三哥 你希望将来这孩子是西文还是西武啊 那当然得多会几啊 记多不压身吧 大结局罗姨宁嫁给三哥生下二次取名宝哥 六姑娘嫁给六舅舅 道明珠的结局最惨 结局罗盛宇如愿迎娶心爱的姨宁 当罗盛宇提出和姨宁一亲 可把林凯如高兴坏了 最高兴的莫过于祖母 罗盛宇不愧是她的好大孙 将她最爱的孙女娶回家 英国公本不想女儿这么早成婚 毕竟刚找回来没多久 只是女大不中流啊 看对姨宁和罗盛宇爱的死去后来的 魏林也是松了口 大不了她以后住在罗府 多和女儿亲近亲近就是了 魏林对罗盛宇这个女婿也是很满意的 姨宁出嫁英国公恨不得 把仓库都搬空给女儿做嫁妆 姨宁是李洪装成为最令人艳羡的新娘子 婚后不久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六姑娘罗衣秀如愿嫁给六舅舅 六舅舅林茂的父母 一直不同意她迎娶杀人犯的女儿 林茂也是十分有担当的 直接回家做了父母的工作 林茂是家里的独子 父母不知道罗家的事情 只是听道传闻自然不想儿子迎娶 再林茂回到家做了思想工作 才知道二人的感情多么的深厚 最终林茂如愿迎娶罗衣秀 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而英国公的养女赵明珠 太清楚嫁给喜欢的人不可能 对终入宫为非 凭借自己的手段 在宫里过得如鱼得水 一开始的赵明珠对姨宁还有敌意 两人在揭开误会之后 都是坦荡的人开始惺惺相惜 后来赵明珠得到皇上的宠爱 也没少帮称淫淫和罗胜元两口子 她虽然没有嫁给喜欢的人 却是得到了她想要的荣华富贵